嗨,我是邓潇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超完美的密室杀人事件 这个案件的离奇之处在于双重密室 也就是说,里面和外面都上了所 里面的人出不去,而外面的人也见不来 而密室里总共有两个人和一具尸体 这个故事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 某一天,小镇的自保队 接到了一名老妇人的报案电话 这名老妇人说她的儿子,唐先生 从昨天晚上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据说,唐先生前一天晚上 在家门口捡到了一张宣传单 上面写着出售农村烤酒 那在当时,农村刚好缺粮缺酒 唐先生心想或许可以递价接受 再翻倍卖出 于是呢,他就照着传单上的地址 去寻找酒商 没想到就消失了 韩信自保队队长带着小队 找遍了各地都没有找到唐先生的周迷 最后转进了一处偏僻荒地 发现了一间废弃的仓库 这个仓库在打仗的时候 被炸成违反后就没有再使用过 韩队长走近一看 发现仓库的大门推不开 而且门把上还被用铁丝紧紧的缠住 韩队长猛烈的敲门 并大声的呼喊 果然听到里头有人回应 于是又花了一点时间 扭开缠着门把的铁丝 终于大开了大门 小屋里有失踪的唐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小学老师赵先生 除此之外 地板上还躺着另外一个人 唐先生跟赵先生表示 那个人好像睡着了 但韩队长一碰 却发现地板上躺着的这个人 已经断气了 而且他的脑袋有被砖头砸过了痕迹 事后调查发现 这个死者是在某个工厂工作的 而唐先生和小学老师赵先生 得知这个结果后 察觉到事态严重 两人干净咬定对方才是杀人凶手 根据警方调查 唐先生、赵先生 以及死掉的段先生 他们三人都是被 出售农村烤酒的这张宣传单骗出来的 他们到达指定的茅草屋附近后 被人用律房迷婚 并拖进仓库 这个仓库以前是资料保管室 只有一个大门可以进出 墙边有两个放资料的木架 地上则留有一些砖块 而这些砖块 看样子就是凶手 行凶的凶器 唐先生和赵先生表示 他们三个人醒来的时候 周围一片漆黑 摸了老半天才摸到门板 但是门却已经从外面上锁 根本打不开 他们三人因为药性还没有退上 怕自己睡着后会再被偷袭 于是段先生在木架上拆下了一根木棍 插到了内门栓上 这样一来 就算外面有人要强行撞门进来 也会发出声音把他们吵醒 于是这整起案件就变成了 里面出不去 而外面也进不来的 双重密室案 唐先生与赵先生也自动的被列为嫌疑犯 并互相咬定 对方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案件越来越胶着 宣传单也早就丢了 两个人身上残留的血迹也都差不多 而且为了自保的关系 他们两人都碰过地上的那些砖头 在这之间有人质疑 会不会是段先生自己滑倒去撞到砖头 但是现场勘验后却否定了这种推测 因为在死者的头颅侧面至少有两处的伤害 另外也有人提出了 会不会在这三人当中 有人有屋外的同伙 悄悄地打开内门栓 让第四个人进来 杀人后再放他出去 但是这个说法也不太可信 因为这样就等于置自己于杀人嫌疑中 唐先生和赵先生在还原现场的时候 曾经想起了一些细节 但是大多都没什么帮助 像是唐先生说 在他睡着迷迷糊糊的时候 他感觉到有人在摸他的脚 还有段先生在死前情绪非常的激动 声音很高亢 并一直说有人要害他之类的话 直到两个月后 另外一名办案人员再度勘查现场的时候 才发觉了一处细微的破障 他们检查了资料架背后的墙 发现墙上均匀的散布着小洞 像是钉着钉过的痕迹 警方用粉笔把这些小洞连起来 发现样子很像一道门 这时候 这名办案人员想起了唐先生的一段证词 说到了 有人碰过他的脚 才让这个今天的阴谋不局限了行 原来 唐先生和赵先生口中回忆的那道大门 根本就是一道假门 这道假门其实是凶手刻意制造出来的 真凶 将资料架挪到真门面前 并在原本资料架的位置上 盯上假门 唐先生和赵先生以为门是从外面锁住 所以才打不开 然而 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这道墙的后面 只是一朵普通的墙罢 再加上当时屋内一片漆黑 没有光线 他们的情绪又很恐慌 所以没有人察觉到 真正的门其实是在正对面资料架的后面 另外 他们两个人一直认为自己和段先生说过话 但是 他们两个人醒来后 所遇到的段先生 根本就是凶手伪装了 凶手故意混进来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在不断的误导他们 让他们确信这里已经成了密室 因此 凶手故意将木棍插在内门栓上 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但其实是为了让他们两个人 确定这间屋子已经变成了双重密室了 等到他们两个再度被律房迷魂后 凶手再将拉到甲门从墙上拔下来 并把对面的木架 移回甲门的位置 接着 他再将熟悉的唐先生和赵先生 180度的调转方向 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第二天醒来后 不会往相反的方向去找大门 这就是为什么唐先生隐约觉得有人碰过他脚的原因 最后 凶手打开了真正的大门 把同样被迷魂的段先生搬进来 用砖块拍死后 离开并关上门 再用铁丝 牢牢的捆住门吧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 这样的话 内门栓上的木棍不就已经掉下来了吗 但事实是原来内门根本没有真正的栓上 但是凶手也没有完全的拔掉木棍 木棍依旧挂在门栓的一侧 只是没有插进另外一侧的栓草里而已 他的设想是如果第二天有人将他们两个人叫醒后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木棍往外拔 但在慌乱与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他们怎么可能会记得木棍到底有没有拴住门呢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这起案件就不是双重密室 但只要让他们两个人以为是双重密室就够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风险 如果来救援的人先打开铁丝破门而入 那么外面的人自然就会发现内门没有上栓 所以这个案件要完美过关的话 就必须要里面的人自己醒过来 然后拔掉木棍 办案人员依照这个设想 请来了多位的实验者 结果发现大多数的人都会先敲开铁丝 而不是花好几分钟的时间 把里面的人先叫醒 更何况事先并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那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一开始就选择先把人叫醒的智宝队韩队长 非常有问题 但是怀疑归怀疑 毕竟没有任何的实证 于是办案人员趁着韩队长去看研讨会议的时候 趁机闯进了韩队长的家中进行收藏 果不其然的就发现了 乌瓦萨押着一套和案发现场相同款式的木棚 另外还有钉子、绿防瓶这些作案工具 而韩队长在被逮捕后也全招了 他说自己和死者段先生 几年前曾经合作一起透过几头女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 偷牛是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的 几年后他成为了自保队的队长 而死者段先生却还是个小偷 韩队长怕段先生哪天被逮到后 会把他拖下水 所以才会先杀人灭口 而唐先生和赵先生就成为他的戴罪羔羊 障眼法 因为他们两个都很清楚自己并没有杀人 所以就会一口咬定对方才是凶手 让案情陷入死胡同 最后韩队长被送进监牢前 办案人员又问了最后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他为什么要把假的木门 再搬回家里去 而他只是表示 他觉得这招未来还会用到 而且查到他身上的几率也非常小 第二是韩队长当初与自保队队长的身份 参与案件的调查 曾经与他共处一室的唐先生与赵先生 为什么认不出他的声音 他说自己当晚不停的嚷嚷着有人要杀他 让另外两个人误以为他很紧张 但他只是刻意的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高个几度而已 以免未来侦採案件的时候被认出来 那这起超完美的密室杀人事件呢 其实是网路上某个网友的爷爷真实经历过的案件 而他的爷爷呢 就是这个故事中破案的办案人员 我都觉得爷爷是60年代的柯男 而且不管是凶手的布局手法也好 还是破案的爷爷爷也好 两者之间的斗志与角逐 都让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拍成电影了 一定很好看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拜拜